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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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Q某! 大家看到了沒有 滿滿的一隻旋 滿滿的一隻旋 好不好 先講好了 Q某! 最主要是 這隻1911是我自己買的 下次會開這一隻 先讓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還有CQR 好不好 CQR 全部都是一隻旋的電腔好料 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請問我以前第一把的 MP5 就是一隻旋的 趕快再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好!我們先請他下去 那今天呢 最主要是要講這個主角 又是這個報紙頭了 不過呢我們這次講的是 他們這次最新出的 如果各位看到我這個影片 應該你也已經看到各大通路有了 沒錯!就是這一次一隻旋的BM9 逼M9把逼去掉 這是他們這次出的M9 好不好 那這次他們出的M9呢 其實 他們早就在IWA已經有推出來的 那他們這一次呢 特別拿一把給Q某 就是開開看 然後看他有什麼特色 Q某也早就已經有開過 然後稍微研究過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從頭 開箱跟大家講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呢 先開箱 看箱子裡面 會有什麼東西 來拿這樣 好!大家看這個畫面比較清楚 那我們就來開箱 一樣他箱子上面就是 那一個報紙頭 就是屬於這個系列的 他們一隻軒的手槍BL1系列 好不好!那上次就已經介紹過了 感興趣想知道他有來的人 可以去那一集看一下 好不好!然後我們打開呢 一如往常啊還是一樣 跟上次他們的手槍開箱一樣 他一樣會有一個保修卡 這個保修卡呢大家記得留好喔 好不好! 再來呢就是他這次說明書 那他這次說明書呢其實 做得還不錯我個人認為 就是不管是一些細項之外 大家放到另外一面 他所有的零件 跟所有的一些故障排除方式 他都寫得很詳盡在這裡 那他的爆炸圖呢 我還分顏色 還告訴你 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 最後還給你一張list 你缺什麼可以跟他們叫貨 我覺得 這一點 一隻軒算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OK 那我們就拿他一塊黑色的海綿 沒什麼 那我們就直接看到他的槍本體了 那槍本體呢就是 大家看嘛 就知道這是M9 再往下翻就會有一個他的彈夾 好不好 一槍一夾 那這個彈夾呢 有附上他們所謂的 Ivo Revo系統的 氣閥 跟他的進氣嘴 這兩個是一套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把它放旁邊 那之後呢 我們再往內翻呢 大家都看到 他有一個呢 轉14mm的轉接座 那跟一支通箱條 那這樣子就沒有啦 好不好 好啦那 開完箱呢 那我們就 轉過另外一個畫面 QMO呢 就試一下 他整支槍的外觀 到底是什麼材質 那跟 他看起來到底 這把槍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把槍齁 QMO真的把 放到最大的齁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磁鐵準備好了 這是磁鐵好不好 那磁鐵呢 到底有什麼東西 會吸不會吸的 大家就看得到了 好不好 做得去 這是磁鐵 好 那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上滑套呢 是使用CNC的部分 他上面呢 會有屬於他自己的打印 大家看到這裡 他有屬於自己的刻印在這裡 在這裡 BLE BM9 CL6 mini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最後這邊有個警告 他們現在其實很多槍都會貼這個東西的 好不好 那一樣就是很純粹的M9外觀 在這邊跟大家老實講 其實QMO 並不是M9的玩家 這算是 也算是我第一把M9 因為以前我就 對M9槍系不愛 不過當然啦 我就盡我所能去跟大家解釋 這支M9 那當然M9就是一支 所謂傳統 它最大的標榜 就是 它是 雙洞 板機 意思就是說 它今天可以直接扣壓 它也可以 雞腿再後再扣壓 就是這樣子 它整體上 它比較有特色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這個 夜光的罩門 跟前面的 夜光的前准型 好 呃 實際上QMO用過 還不錯 還蠻有用處的 好 那我們一樣換另外一個畫面 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我們的拆卸部分 那M9的拆卸呢 QMO大概做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非常簡單 滑到向後 那呢 你滑到向後之後呢 我們前面這邊呢 在另外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在這裡 比方 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前面這個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整個扣出來了 你的上滑套都出來了 你看下身就在這裡 好嗎 然後上滑套呢 你要分解呢 把這個地方往後拉了之後 然後前面會有個地方 你要把它轉動 你要轉動它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整個拿出來了 好不好 就是前面的附近環 跟附近桿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槍管 槍管呢 直接只要 往前推 往後一挺 一個角度它要拿出來 好不好 那上滑套的分解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最主要它大部分解 但是 今天這一把 一支軒的BM9 它最大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它的 REVO系統 就是它在 愛瓦展特別說到的 REVO系統 REVO REVO代表什麼呢 各位 它東西就在這裡 等一下猜出來給大家看 REVO 就等於 Revelation Revelation的意思 也就是革新 它把革新這個英文字 取了前面四個字 當作它這一次新的系列 然後來做出來 然後來做出來 那它這新的系列呢 包含了 一就是這個 氣閥的部分 出氣閥 二就是進氣嘴 這兩個最主要在控制 瓦斯 出氣量 以及進去的流量 所以它們各自各自 有它的名字在 OK 那 QMO呢 就特別把它們拆出來 然後慢慢的跟大家介紹 當然 如果你真的很感興趣 一之軒 它們也有特別為它們拍出 一些設定啊 一些 他們對它 的一些方法 跟它們在Iowa展的一些片段 那當然 QMO會用自己的一些角度來看 關於這一支一之軒的這個REVO系統 先把它的氣法扭出來 其實啊 在這支一之軒 它們在做這個氣法的時候啊 很 很不一樣的就是說 其實它們做的不是很緊 而且不會漏喔 它我轉的時候 我是覺得蠻方便的 當然就是有這種轉氣法 就可以去轉它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這也蠻便宜的 你去買就有了 好 我們把它轉出來 我是認為是蠻容易的啊 因為 當然除了現在拍影片給大家看之外 我已經不知道拆幾次了 拆N次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拆出來這個氣法 來看一下 其實老實講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這個氣法跟其他氣法 看起來沒什麼差距啊 其實我們單從外觀來看 它本身就是一顆 高流量氣法 大家看到沒有 它兩個開孔 非常大 它就屬於算是高流量氣法 OK 它氣法也是一樣 該有的後面這一條 前面還有 這個出氣的部分 那它最大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 翻過來這邊看 這邊已經有被我拆過了啦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勾可以拆 然後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粉螺絲紋 沒錯 它今天這一顆氣法 你可以利用工具 將它做調整 它們是說用這種 像這種 電子端 就是專門在做電子端頭的這一種 但是我的斷掉了 我的轉斷了 那QMO呢 老實講 說實在的 然後挖比較重 我都用板手直接翻 我們轉開之後 鬆到一個程度 其實我們 就可以 用一般的 一字旗子 稍微把它鬆開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 它有幾個主要的豬眼 全部把它放在桌上 然後把鏡頭拉近 讓大家看一下 一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氣法本體 氣法本體 是黃銅製的 我覺得它到一個 蠻方便的 對 它可以很方便 你去清清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打久了 有些瓦斯 出來 由於會結冰 會有水 可能會帶點油 如果你有用汽油的話 有些人就知道 你就可以直接 把它拆開來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個衛生紙 或者是 用個氣 噴氣罐把裡面髒物噴掉 可以讓你的氣法 保持乾淨 其實效能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卡東西 再來 它前面這一顆 這個氣法撞擊頭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像這樣子 它分別有長的跟短的 QMO另外一把 另外那一把 德國製的1911 它就是使用長的 好不好 長的版本 在那一把會介紹給大家看 就是等於是 它這個氣法是會有兩個版本的 好不好 一長一短 尤其在這一顆做變化 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東西是一樣的 一樣的本體 一樣的前面的氣法的支柱 跟它一樣有一個歐環 跟一個小彈簧 這是一樣的 最主要是 插結在這一個 它的厚度 那 這邊到底能夠讓你做出 什麼樣的選擇呢 就是說 各位 當你把這個東西 主張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個內容物裡面 例如說你只單純放 放這個 彈簧 好不好 那你單純放這個彈簧 那你如果只單純放彈簧 又再加上 你可以調整這邊的長度 例如說 QMO現在把它轉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它形成是這樣 好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拿起來 我們將歐環放進去 歐環 歐環放進去 然後再將那個 彈簧復歸 然後我們再將這個 它的撞擊的頭 我們把它鎖回去 有沒有只用手 大概喔 但是你大概用手就可以了 他們官網是說 要用螺絲膠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大家可以看到 再看一次 大家看到這邊 有沒有 它的行程有一個 有一個差距存在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等於是 我今天這顆彈甲 裝上去的時候 假設今天 天氣熱 那我就可以 調讓它行程短一點 出氣量不要那麼大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節省我的氣量 那因為天氣熱嘛 所以氣化好 那天氣冷 由於氣化不好 那我們就可以取上一 它的行程比較長的那一個 來裝進去 雖然說你的發速會變少 但是 你的效能會變好 不會像到冬天 GPP就好像 就好像冬眠一樣 都打不動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來介紹另外一個 就是說 它後面的這個進氣部分 這也是它River系統裡面的一個 它稱之為 定量進氣嘴 拍照給大家看 一字軒它 特別就是說 其實它已經有把 它的嘴 有往下縮 所以大家不太像以前 就是說 我今天用一字起子去戳 會很容易把那個 中間那個嘴戳壞 不會 你只要拿一個剛好的一字起子 下去之後 你直接轉就好了 完全不用擔心 你今天會觸壞 它的氣嘴 一樣膩子 我們把它轉出來 那我們現在轉出來呢 大家有看到 River系統的這個進氣嘴 定量進氣嘴 它們是這樣講的 它最主要的特色在哪裡呢 來 告訴這位 我們現在先歐環 我們先不論 我們先把歐環退到旁邊去 大家看齁 我特別找了黑色一個 大家看 它這邊就有一個小洞了 好不好 這個小洞到底是怎麼原理呢 好 簡單來跟大家講 用一個很直白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今天你這個氣法放在這個蛋夾裡面的時候呢 你從這個地方灌氣進去 它會從最前面這邊地方 把瓦斯給灌進去這個容器裡面 那因為我們是垂直往下的時候呢 液體很重它會往下堆疊 對對對 堆到最中間的時候 如果是以前的救氣法 因為裡面原本就有空氣 它因為壓力會很定 所以它就留一段空間在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把你整個瓦斯灌到 灌到飽 你有可能只灌到一半 那它增加了這個小洞 大家剛才看增加那個小洞 它就可以一邊灌的時候 一邊灌的時候 它就這邊會出氣 會出氣出來 你灌飽的時候呢 它本身就會產生一種 從你的汽水那邊 跑瓦斯水出來那種感覺 那待會等一下 我們會灌飽給大家看 那這時候就可以確保 你的蛋夾裡面的瓦斯呢 液態部分呢 是滿的